通过战场上流传之外的图像显示 许多俄罗斯坦克顶部安装了附加的隔山装甲 虽说前几天乌克兰下雪 但光给炮塔搭伞实属奇怪 通常来说隔山装甲一般安装在车体四周 那俄国人为什么要装在顶部呢 答案正是为了防御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FGM-148 标枪反坦克导弹 那这种坦克开灌器真的占无不胜吗 俄国人的这个笼子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FGM-148标枪是美军中装备的最多的反坦克武器 设计为轻装步兵和侦察兵提供可靠的反坦克能力 它的价格超级美丽 每枚标枪同所无期 也就140万人民币二险城市一套房而已 标枪属于便携式反坦克导弹 包括弹体和发射装置在内 导弹全重仅为22.7公斤 弹体11.8公斤 全长108厘米直径12.6厘米 比只能车载的陶式导弹轻得多 在无法使用机械在旧的地形上 具有很强的机动性优势 在使用标准标准器时 标枪对付人员和重武器的有效射程为2000米 对付装甲车辆有效射程则为2500米 标枪拥有两种不同的攻击模式 一种是直射模式 一般用于打击敌方攻势和飞装甲目标 另一种就是俯冲攻顶模式 主要就是用于反坦克作战 导弹从发射筒发射后 会迅速向上攀升到150米的高度 然后再以近乎垂直的角度 直接刺向坦克最薄弱的顶部 此外通过使用串联战斗部 可以有效地对付坦克外挂反应装甲 在使用小型战斗部先引爆外挂反应装甲后 主战斗部再继续攻击彻体装甲 根据美军的测试 标枪导弹可击穿所有的已知装甲 是一名可靠的坦克杀手 理论上几乎可以命中任何被它锁定的目标 甚至包括高速飞行中的武装直升机 导弹是通过机头的红外熏滴器引导的 可以独立引导导弹飞向目标 具备发射后不管的渣弹能力 毕竟当发射导弹后 伴随坦克的步兵马上就会盯上你 要是还需要像FGM-77龙式反坦克导弹一样 得盯着目标 那这时候你说走还是不走 此外 它的发射装置还可用于侦查和监视 该系统包括一个4倍放大的白光瞄准器 和一个4倍至9倍放大的被动红外夜视仪 可以在不安装导弹的情况下单独使用 在发射时 士兵可以通过内置热成像仪进行搜索 搜索到敌方坦克之后锁定 然后软件会自动提取目标的红外特征 告诉系统目标就是这个坦克 接着导弹发射 弹头利用自带的红外成像仪 对已经锁定的坦克红外特征进行匹配 自动识别和跟踪目标 即使目标在快速的移动 也能将其一举应踪 由于被动红外夜视仪不会发出辐射 所以不会被敌人察觉 引力性良好 但这种瞄准方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比如在黄昏和黎明时分 由于光线不足 以及缺少目标与背景之间的温差 会导致目标锁定失败 另外遇上燃烧的车辆等 这样的背景红外杂波 或使用红外阻隔烟雾等对抗措施 也会使其失效 总之有矛就有盾 作战双方都在斗智斗勇 俄国人在遇上标枪后 就想出一种办法在坦克的顶上 增加了一个铁笼子 这样一来 第一个战斗部就会先打在笼子上面引爆 而第二个战斗部 就会打到顶部的反应装甲上面引爆 这样一来车体就安全了 说真的 这个办法看上去似乎挺笨 但好像还真管用 那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反坦克武器呢 答案是肯定的 红箭12被称为中国版的标枪 它是由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于2014年研制的第三代反坦克导弹 红外制导发射模式时 有效射程为2000米 使用电视制导发射方式时 有效射程为4000米 连同发射箱导弹总重17公斤 同样具备自行寻敌的射后不管能力 各项指标均有于标枪 不过没有挡不住的锚 也没有击不破的盾 正是在锚与盾的不断对抗中 军事科技一步步发展到了今天 一如既往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科同同事 我们下期见